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,全世界人民都在纳粹德国的威压之下瑟瑟发抖。 希特勒领导下的纳粹德国先灭波兰,再破英法。 如此辉煌的战绩,就连曾经雄霸欧洲的拿破仑也未能做到。 可为什么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短短三年时间,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就灰飞烟灭了?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解释一下,德国是如何因战而兴,又如何一步步滑向战争深渊的?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,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迫签了法尔赛条约。 按照法尔赛条约规定,德国需要给英法等战胜国赔偿约2260亿帝国马克。 以当时德国的GDP来算,就算20年不吃不喝也赔不起这个数啊。 更何况,德国但凡还有点家底,他又怎么可能会在没有明显战败迹象的情况下突然宣布投降呢? 当时统治德国的叫魏马共和国,这个政权用四个字就可以概括,内残外人。 我们前面说过,当时德国的家底根本就还不起这天价赔款。 魏马共和国为了还债,不顾国内民生,开动核动力印钞机,狂印帝国马克。 结果造成了史诗级的通货膨胀。 魏马共和国的这次通胀,跟后来国民党政权的金元权通胀,并列为世界通胀史上的卧龙凤雏,至今都无人超越。 幸亏这个时候,德意志出现了一个天才金融家叫沙赫特。 他发明了一种以土地作为抵押品的帝租马克,暂时稳定住了这次史诗级通胀。 并且此人四处游说各国,希望他们伸手拉德国一把,最后成功说服了美国政府援助德国,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道威斯计划。 道威斯计划是马歇尔计划的1.0版本,它的到来给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打了一气强心针。 德国的经济一下子就垂死并中精作气,好起来了。 但作为代价,美国与德国的经济高度捆绑,说是经济殖民地也不为过。 这位日后倒霉埋下了祸根。 趁这个难得的机会,德国开始动起了小心思。 法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他的武器数量和军队规模。 以前德国三天饿九顿,根本就没有功夫,考虑重振雄风制档子时。 现在,在美国人的帮助下,他们的腰包鼓起来了,就开始保暖私淫欲了。 可是西方列强天天拿着显微镜盯着德国,想要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偷摸发展,明显不可能。 于是他们就看中了苏联。 这两位在当时的国际上,可谓是同事天涯沦落人啊。 一个是战败国,一个是异端邪说,都是被主流排斥的存在。 两人对了一下眼神之后,果断地选择走在一起。 德国出技术,出资金,苏联出工人,出资源,在苏联的土地上帮助德国重建军备。 对,没错,后来打得头破血流的苏德两国是同门师兄弟,他们两个的军工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同宗同源。 为什么我们要花这么多篇幅,来讲为马共和国重建军备这件事情呢? 因为这件事情是后来德国成为法西斯国家的前提条件。 如果没有这件事情,后来的希特勒是绝对不可能崛起的。 德国即便是被大萧条危机搞得民不聊生,那它最多就会成为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而已。 而绝不会成为后来那头让整个欧洲大陆瑟瑟发抖的恶火。 同时,如果没有这件事情,后来的德国也未必见得就会失败。 为什么呢? 因为美如果没有这次大规模的工业技术转移,苏联绝对不可能在短短的十年时间内成为欧洲第一,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。 斯大林模式确实厉害,它确实能够高效地调集资源和人力,实现后发赶超。 但是,实现工业崛起,光靠资源和人口是不够的,还有至关重要的工业技术。 这些都是各国的独门崛迹,不会轻易外传的。 这些东西是经过上百年时间的沉淀,经过无数次试错才能摸索出来的,是万万吉不得。 以苏联当时薄弱的的工业基础,想要追上人家没有个五十年时间是万万做不到的。 而德国的这次大规模工业转移,直接让苏联把技术积累这个关键环节给免掉了。 说具体外话,后来苏联也通过156工程的技术转移,让我们也把这个百年积累期给免掉了。 言归正传,1929年,世界爆发大萧条危机。 我们都知道,大萧条危机爆发的中心就是美国,而与美国绑定最深的德国,是一战中受伤最严重的国家。 大萧条之后,德国再次现发生了大规模失业浪潮,社会不满情绪日渐积聚。 而希特勒等人,就是利用不满情绪蛊惑民心,开始逐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。 希特勒等人打的旗号,是极端民族主义德意志至上。 可你不能光靠嘴上说,你还得身体力行啊,得把德国丢掉的拿回来吧。 当希特勒拿出为马德国敲摸打造的这根枪杆子后,西方列国对德国心存忌惮,他们怂了。 虽然他们依然有把握打败德国,但他们付不起那个代价了,一战已经让他们负债累累。 现在德国就是恶极了的穷鬼,打死他也炸不出几滴油水,他们没胆量再打一场只有付出没有收获的战争。 反观,当时的希特勒是光脚不怕穿鞋的。 希特勒拿着手里的大刀杂杂呼呼,成功下住了英法。 不仅一步步恢复了德国的版图,还把手伸向原属于奥匈帝国的奥地利和杰克斯洛伐克。 对于这一切,英法这些老牌国家敢怒不敢言。 试想一下,如果当时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军备水平仍然维持在条约规定的水准, 你看西方国家会不会掐死他。 所以希特勒的成功,为马德国鞠躬至尾啊。 英法原先想的是,西是宁人,丢几块骨头,稳住德国这头恶犬,最好让他去跟苏联撕咬。 算盘打得满精,但他们算漏了一点。 当时希特勒已经把德国由上到下,打造成了一头战争巨兽。 他将要把目光所及所有国家一一吞噬,杀人顺序使由一盗难。 当年希特勒之所以能把德国从大萧条的泥潭中拉出来,用的是债务经济那一套,而债务经济最大的借贷方就是政府。 可大家要知道,政府本身是不创造价值的,到时候你拿什么还债啊? 于是希特勒就把政府债务拿去造枪造炮,继续扩大军队,然后拿这个枪炮去抢博其他的欧洲国家。 只要从其他国家抢到的资源,债不就还了吗? 这就是笔者为什么说,希特勒把德国打造成了一头战争巨兽。 马克思说过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德国用了这么一套经济体系,那它注定会对外发动扩张,而且它的战争车轮会越转越快。 正因为英法没有及时把它扼杀在萌芽之中,让它在最弱小的阶段,得以顺利吞噬,奥地利等国变得越发的不可收拾。 待到了1939年,英法想要收拾的时候,为时已晚了。 如果一开始英法就以雷霆手段遏制它的扩张,那希特勒必定会被愤怒的德国民众碎尸万断。 正是他们的纵容,让希特勒逐渐成长起来。 等德国吞并了欧洲诸多小国,成为一头不可遏制的战争拘束后,英法已经不是它的对手了。 法国人苦心故意打造的马其诺防线,在德军闪电战面前不堪一击。 希特勒成功干掉了这个跟德国纠缠多年的苏敌。 吞噬法国后,西欧大陆在无人能抵挡德军进攻的步伐。 德国此时已经天下无敌了,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,论战力都不是它的对手。 可是,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,军已此时,必已此终啊。 你德国靠着跟苏联合作壮大的,那最后必定倒在苏联的手上。 你德国是靠着战争经济模式,一步步发展壮大,那之后就一定会死在战争经济上面。 说完了德国因战而兴的历程,我们再看看它是怎么一步步地滑向战争深渊的。 其实,德国自始至终都没有走出大萧条的危机。 希特勒那一套债务经济只是延缓了危机的爆发。 一旦债务经济走到尽头,对外战争掠夺不到资源,这台狂猛无双的战争机器就会立刻掐刻。 待德国收拾掉法国之后,那能供它吞噬的只有西边的英国,东边的苏联。 英国是一个衰弱的老牌霸主,战斗力早就大不如前,连一个日本都打不过,更别说是德国了。 更何况这个老牌霸主,家里还有着3300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,这是多大的一块蛋糕呀。 典型的人傻钱多好欺负,不打他打谁。 吞了他,德国至少好几年都不愁饿肚子的问题了。 到时候再回过头来收拾苏联,也未尝不可。 可是德国没有海军,一道英吉利海峡成为了德国陆军的天剑。 而德国本身重陆青海,海军根本就不是英国的对手。 当时欧洲大陆上,唯一能够跟英国海军掰掰手腕的是法国海军。 可是在法国投降前期,英国不军而战把法国的海军毁了, 导致德国只能望洋兴叹,无法从西方掠夺到足够的战争资源。 其实这个时候,德国吃不下英国也未必会完蛋。 如果德国不那么愚蠢地把矛头对准熟人苏联, 而是把枪口对准东南方向的亚洲大陆, 去抢土耳其,抢中东,抢伊朗, 甚至直接把军队开到了英国的殖民地印度。 把这些地方吃干抹净, 把它纳入纳粹德国的本土, 当把自己吃得更壮实些, 再掉头北上收拾苏联,胜算就会大很多了。 有些有朋友会说, 万一希特勒去攻略这些地方的时候, 苏联从背后袭击,那可怎么办? 这一点你大可放心, 因为苏联是威胁不了德国的。 咱们要知道,经过大清起之后, 当时的苏联红旗已经非常弱了, 苏德战争开始前期, 那是几十万,几十万的送人头, 德军的俘虏营都容不下他们了。 要不是后来有了民族精神的加持和战略纵身的持质, 他们未必打得过德军。 可是对外进攻,是焕发不了民族精神的, 苏联的地利与人和毫无作用。 这样的军队,绝不可能在域外作战打败德国, 他又如何威胁人家的后路呢? 所以,如果当时希特勒选择从欧洲的东南方向出兵, 经土耳其进入中东地区,吞并伊朗, 然后夺取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, 历史的面貌将会大不一样。 也许有人说,这可能吗? 这中间隔着这么广大的领土, 希特勒要打下来的多费功夫啊? 实际上一点都不费功夫。 别看着当时这些地方的领土那么广阔, 但这些地方大多都停留在部落或者亡国时代。 德国人遇上他们, 那就是外星人对原始人妥妥地降为打击啊。 在当时,如果德国选择往东南扩展, 除了英国人和苏联人, 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对德国起到一点延缓的作用。 可我们前面说了, 英国人和苏联人在陆地是打不过德国的。 一旦印度这个奶牛和中东这个油库落到了德国人手上, 这头战争巨兽将会变得更加可怕。 可奈何,希特勒犯了跟拿破仑一模一样的错误。 他选择进攻同样资源充沛的苏联, 却不知命运早就已经悄无声息地在那里, 给他埋下了一颗灭亡的种子。 当年的工业转移, 导致苏联快速跟上了世界水平, 跟德国虽然有差距, 但已经不存在代差是可以一战的。 而且在民族情绪的加持下, 最后斯大林成功守住莫斯科, 把德国给反推了回去。 我们前面说过, 希特勒那套战争经济学必须掠夺到资源才可行, 如果一旦抢不到东西, 那随时都会完蛋。 莫斯科保卫战失败之后, 希特勒暂时放弃了一举灭苏的想法, 转而把枪口对准了苏联南部, 资源丰沛的高加索工业区, 希望从那里抢一把。 结果在南下途中, 遇到了斯大林格勒这个堡垒, 又被挡了回去。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胜利, 不在于他消灭了多少德军, 而是他让德军再也抢不到东西了。 此后的战争变成了纯复出, 无收入, 这对于德军来说才是致命性的打击呀。 可以说, 是德国人亲手造就了自己的强大, 又亲手培养了一个绝母人, 最后亲手把自己推向了战争深渊, 可悲可叹啊。